谢谢大伙对我们这个行业的鼓励 让巷师能够活下来 郭德纲代表德云社 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 谢谢 其实现在巷肉虚假反弱 不是特别好干 北京城好几十家小剧场 好多剧场还是以送票为生 演艺场 剧场要给剧团多少多少钱 然后票拿出去 给剧业会大爷大妈发一下 有的时候经常两三个剧团 在同一个剧业会 为了送票闹得不愉快 有送的好 有送的不好 有时候我跟聊天我也说 票送的这么好 你就不如改行干快递 得努力得下功夫 相声不是这么简单 事实上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事实上最难的也是我们这种形式 你看京剧下擦烟这磨粉 真刀真枪 这我来不了 花钱买票 值 看舞蹈垫着脚尖撒中头 这我来不了 这值 说相声 你也会说话 你花钱听我说话 这是为什么 这是学的 我们这孩的门槛啊 在门里头 你要学京剧 好比说从山脚下开始 这台阶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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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上去到山顶 打开门 你才能进门的 我们这孩的门在山根 只要是人来了 开门就能进啊 进了一看 台阶在屋里头 再出去 舍不得 爬 太累 所以说导致我们这个行业 鱼龙混杂 不是说我们多了不起 从小学相的 爱相的 愿意干这个 今天咱们这场演出 我们那行管的叫 一二三向上专场 一 一个人说 二 俩人说 三 群口向上 那么说的一 我先出来 说一单口向上 待会儿到二 雨淺就出来了 就敢巧了 敢巧了 到三的时候呢 叫着高峰 我们仨给您大伙说 由于这感冒 老觉得对不起大伙 所以今天散场会比较晚一些 给家打一段话 可能有的人回不去了 倒不是爱看 腿弃直了 今天说这个回目叫 季工传 说过两回 一次是在德云社小剧场 连说了八天 优酷网上有这录像 他们剪成了六十回 还有一次 说过一天 北京广播电台 剪成了六回播出 好多人对季工这人物 特别的喜欢 挥斜 幽默 仗义 好多人说 接着说呀 爱听季工传 等季工传 我们是望穿秋水 列位 我跟你们一样 我是望穿秋裤 所以今天穿上了吗 穿上也感冒了 新话少说 书归正正 世上人多 君子少 天上星多 月独明 江河湖海水势大 只见鱼虾 不见龙 天上飞鸟 朝朝过 想见凤凰 万不能 张逃野路 满山跑 谁见麒麟 马山登 枕头挖块 遍地有 哪一个把黄金 顺手扔 茫茫似海人无数 哪个男儿 是英雄 这不能来俩 就来一个 尝尝看怎么样 说多个让人笑话 这个季工传 有人说这季工传 说的什么时候 是个头啊 列位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没头 季工传的成书呢 从宋朝就有 到明朝 也没有什么人愿意署名 他编一个 他编一个 反正要是印成书 有这么写的应该是 到九序 十序 据说到十一序都有 但其中的故事呢 也不尽相同 有的是以公案为主 季工啊 帮助这官员断案 有的是神魔斗法 这出妖精 那出妖精 都是个样的妖精 有的是宫廷 帮助贵妃啊 帮助皇上啊 宫廷斗志 每人的走向是不一样 我这季工传呢 我小的时候 老先生们教过我一部分 后来我自个儿 又动手整理了一下 跟别人都不太一样 有这么 几个段落 几个大驼子 还是挺可听的 我又是自己也输 我得赶紧输 我熬死了 这就完了 万幸 我且死不了了 什么时候的故事呢 南宋 大宋朝分南北 北宋南宋 南宋 皇上叫赵贡 高宋皇帝赵贡 这皇上当得一点都不省心 为什么呢 朝内朝外 心里都乱着 朝外 北国造反 咱们都知道 谁啊 金乌珠 带领了三川六国 九沟一十八 战一百单八帮的人马 要侵犯大宋 大队人马 游北望南 这都快杀过来了 半壁江山 都归了人家金帮了 偏安在异域 偏安在一个小角落 当自己的皇上 这是外 内部也不松心 朝里边有奸臣 比如说朝里有一位太师 姓罗 叫罗本 罗本呢 有个闺女 叫罗赛花 长得漂亮 像花一样好看 驾到宫里来 跟着皇上 生一大棒小子 母一子贵 这个罗贵妃 一下身份也上来了 罗本呢 那更了不得了 在朝里边横着走路 可是时间长了 人家这个东西 他会随着位置的变化 而不断膨胀 罗本就是这样 之前普通的一个小官 到后来行了 我是皇上的老丈人 再后来一琢磨 我是小太子的老爷 身跟不一样 可想来想去就琢磨了 老爷总不如自己当皇上好 可怎么说呢 那皇上说 那个以后你要是没了 你那江山别传给你儿子 传给我吧 没法说呀 怎么呢 我六十多了 皇上才三十 我这死他头里边 哎呀 想主意 真想出一套主意来 什么主意 找妖精帮忙 这主意太好了 找人帮忙 人没有逗得过皇上 只有跟妖精商量 找妖精 这妖精叫龙林子 龙林子怎么回事 我一说了就明白 咱们都听过一个神话故事 叫哪吒闹海 小哪吒在岸边 打死了循海叶 他叫林 身上掉了八片林 打死了 龙公太子出来了 跟哪吒打起来 又让哪吒给砸死了 砸死之后 把金抽出来了 龙王不干了 带领着虾兵蟹浆全出来了 哪吒乐坏了 正当中站着龙王 两边虾兵蟹浆 哪吒高兴 这都是海鲜啊 打吧 打得挺热闹 哪吒闹海 这都知道 打死 循海叶 这李银 身上掉了八片林 这八片林 受了日经月华 到后来修炼 转为了八魔 我们所有人听 季公传都知道 有一个回眸 西湖万八魔 炼祭爹 那八魔 就是这八片林 那么说 打死了龙王太子 打死了之后 他得抽筋 筋在肉里边 抓起太子的脚来 接掉了一片林 再把肉掐破 撑出筋来 接掉的那片林 那上面有龙血 而且有哪吒的汗 老龙王哭儿的时候 又有龙王的眼泪在上面 所以这一片龙林 这叫三宝暖 到后来受了日经月华 修炼成功 就是今天这个妖道 叫龙林子 住哪儿 百花山 阴魂洞 百花山在哪儿 列位 门头沟 你咱说着玩 他都有评有据 北京门头沟 清水镇的境内 现在开发出来了 现在是刘区 在那个山上 有人说这胡说八道 列列查资料去 残堂古代的时候 有个李克用 在百花山上就修建过寺庙 在这儿囤兵 到南宋的时候 此处荒芜了 那有一山洞 这龙林子跟这儿修炼 罗本找他 咱们商量上了吧 是不是 妖精说怎么商量 说这样 你看你帮我做个法 把皇上骨头锁 万里江山归了我 龙林子说 江山归你 我有什么好处 是这样的 我当皇上呢 你这娘娘 你当娘娘 咱们捞两口子一块 龙林子想了半天 不想 不像话 我是个男的 那怎么办 那这样的 江山一分为二 一边是南 一边是北 你挑 你挑剩下是我的 龙林子非常的开心 做法呗 说你告诉我 高宗皇帝 生辰八字 皇上的生日 是什么时候 这我知道 罗本说我知道 每年呢 焚表祭天 跟上天汇报工作 得写上皇上的 生辰八字 1973年月18号 这是我的生日 因为我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生日 说别人不合适 有这么一个 生辰八字 行你甭管了 拿着生辰八字 掐绝念咒 腰道 这有一小瓶子 这一念 皇上的三魂七魄 藏藏藏藏 全出来了 进这瓶子 盖好了盖 记得了 往这一发 你甭管了 我天天做法 我早晚有一天 让他死 这说挺好 皇上那 这个人没有魂魄了 就完了 皇上那正吃饭的 炸酱面 炸的酱 弄的菜 皇上正包蒜子 今日炸酱 振心甚喜 多吃这蛋糊 反正这个意思 正包蒜子 后脑勺一凉 三魂七破走了 啪就啪到那 这脸都在酱碗里 旁边 太监 宫女吓坏 皇上也太吃酱了 怎么回事 半天没敢动啊 你这是万岁 什么脾气是吧 等了半天 又扶起来吧 是吧 这偷着回来 这扶起来 一脸都是酱 擦洗干净了 这才知道 皇上昏死过去 找太医 说太医 给耗这脉 直做鸭花子 这还真不知道 什么毛病不知道 列位 宫里边太医这个活 是最难干的 为什么呢 皇上一家的身家性命 全在你身上 所以说 宫中的寓意 他们要做的事就是 不能成功 也不能失败 而且他们有记号 咱们查过清宫党案 太医们说过 实话 北回北皇上看病 都是六七个太医 进了一个门口等着 五六个门口站着 屋里这个 往往一走 看他的手势 一年这扣 外边都知道 上活 那么进来之后 都得说上活 要死咱一块死了 一摸这 这闹肚子 这儿 手风 反正有记号 他一来了 拿手艺 搭着卖 说 我主万岁 这个卖 没有问题 他为什么 查不出病呢 不敢说 啊 用点水果 熬点汤喝吧 是吧 瞎出主威 这就乱套了 朝中不可一日无主啊 跟谁说 老太后 老太后一听 当时就急了 这可要了命了啊 我皇上就是怎么了 文武群臣不开会 你们说怎么办 大伙出主威 其中有一位丞相姓秦 叫秦喜 秦喜大家不知道 望上岛 他的祖父 他的家里人 都是做官的 而且他父亲 叫秦桧 有人说 大奸臣 是 我们今天说秦桧 都说的是了奸臣 但实际上 并不完全 怪秦桧 评书 它跟历史 还是有区别 评书里面都说 火国殃民 海思越飞 但是到了秦喜 这一辈 还算不错 尤其是秦喜啊 跟季公俩人相好 季公没事 老给他上课 老给他讲 所以说 到这会儿 这个秦喜 基本上是 以一个忠诚的面目出现 跟太后说 你们别着急 你要说别的 咱们没办法 这个病 只有请罗汉爷 季公长老 让他来 为什么叫罗汉爷 看过小说的 看过电视剧 你都知道 季公是西天 祥龙罗汉 将士临帆 罗汉爷 只有他才行 那快请吧 去请去吧 每次请去 为什么呢 季公长老 这个和尚 他跟其他的和尚 有区别 怎么呢 他是一个 非主流的和尚 其他的和尚啊 带着袈裟 什么武佛官啊 都配好了 跟这念经 一来就跟你 探讨这什么事 季公没有 喝酒吃肉 溥一烂身 满街乱跑 是这么一个种 不好找 反倒最后啊 这个信算是送到了 季公说你甭管了 哪天有功夫 我来趟皇宫 自己去 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 这天真来了 皇宫外边 武师们跟着拔手 大小的太监 跟着战班 又大街边 滴了吐鲁 滴了吐鲁 来了 往跟前一站 店前武师都傻了 这鼻子里边一闻哪 酸臭酸臭 啊 站在面前 一个风和尚 头发得有五六寸长 跟着支了 戴着破僧帽 光着膀子 这衣服跟着面着 浑上下 除了窟窿 就是窟窿 腰里系着麻绳子 光着脚 穿两只鞋 啊 拿着破扇子 站着看着几人乐 便嫌武士傻了 每天这走的是文武官员呢 这是一个什么官员 哪个王爷私房去了 是怎么着 和尚 做什么的 那干什么的 和尚乐了 找人 你看我这翻译 找人 说话还不厉害 找人 找谁啊 找你相好的 找相好的 你相好的是谁啊 太后 殿嫌武士这汗都下来了 不像人话 来个和尚 说跟太后是相好的 和尚 快走 也就是胡说八道 你的脑袋还要不要了 快走 这不让我进是吧 我自己个儿喊 自己个儿喊 拿着手啊 对着嘴 相好的我来个 往里边扔 让我进来 往里边扔 点钱武士看 这是个疯子 按现在终点说 十分钟 又打里边 跑出来与帮派家 太后一指下 快请上僧 这这玩意不服 怎么回事呢 老太后啊 在养心殿 正守着皇上呢 皇上呢 跟这儿躺着 也不能动 啊 闭着眼 盖着胃口 太后坐在边 拉着儿子手 眼泪都下来了 儿子 这是怎么的呢 啊 你说你得了什么病 你要真一躺下 大僧江山 可就完了 这个难过呢 突然间皇上坐起来 啪 坐起来 拿手一指 让他进来 太后吓一跳 其实是两个跳 第一跳是儿子说话 第二跳 儿子说话 怎么不利索 让他进 儿子说怎么了 圣僧来了 圣僧来了 啊 你说赶紧吧 快去 开个门口 有圣僧吗 快请进来吧 这一回头 皇上光当 又躺下了 小太监们 出去到门口 哪儿的圣僧啊 圣僧在哪儿呢 店前五十说 这 参观参观吧 圣僧 大太监 小太监 您就是圣僧啊 圣僧的事 怎么都算了 那个 太后传旨 说是请您的 是请我 我那老乡好 错了吧 这是我 这青梅猪马 一琢磨 那请就请吧 圣僧里边请 大太监 小太监 拖着走 圣僧后边 踢他 踢他 怎么踢他呢 他那鞋没有根 一走起来 踢他 他 他 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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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纷纷 民不安 高峰的 就这意思 来吧 来在了 宫内 老太后 还迎出来了 什么时候太后 赢过人 没有 头一次 站起来了 哎呀 圣僧 老太后 是多干净的人 圣僧 来了 来了 你挺好的 爱家 挺好的 我 我都想你了 屋里边鸦雀无声 太监 宫女都看着 太后 就可以 老太后 是真不嫌脏 和尚打金门 就喊 青梅竹马 没想到 都不敢说话 坐着吧 就在皇上 这床前辈 摆了两个 绣龙墩 老太后 跟圣僧 对面门坐 有人给端过茶 圣僧看看 孩子 没事吧 哎 圣僧 这不是突然间 得了怪病吗 你说我说什么来着 我要不在 你不拿我孩子 但回身 太监们只野嘴 好皇上亲爸爸 来了 太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之前呢 大丞相勤喜嘱咐过 圣僧放荡不济 言语荒唐 您懦要挂在心怀 打过预防针 哦 是是是 也不敢多打钱 求人家吧 是吧 圣僧您看看 皇上这病 不着急 不着急 咱俩得好好聊聊 那你先前没见 你还是那么水的 太后心说 来一合成 跑这调戏过来 夸夸水呢 啊 还行 这么些年没见 你也挺好的 太监点点头 有事 俩人说了都挨着 你怎么一来一往 这话挨着 也不敢搭茬 哎呀 行 这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吗 哎 这没事 四个儿家的孩子 没事 应该 应该 哎呀 我后急那个羊羊 你给我挠挠 他不像人话 和后急那个羊羊 太后给挠挠 太后说 去 那意思我吓得去手吗 和事 没事 四个儿撩着后急呢 撩开的 就这后背 都是汗 不光是汗 还有泥 你给我挠挠 太后瞎不去手 这合适吗 皇上坐下来 合适 咣当又躺下了 太后一琢磨挠就挠吧 太后这手保养的好啊 又白又累 支撑挺长 挠这和尚 酷炸酷炸酷炸 和尚身上跟铁皮似 哗愣哗愣 仨仨仨 一看 支撑都是你 都踢出来 踢出来 都踢出来 踢在边上 和尚接过来 没事啊 一会儿吃药 一会儿吃药 那一大丸子 搁在边上 那个 我还没吃饭 吃饭吧 啊啊 好 来 那个 赶紧让他们 做饭去 快点 功夫不大 给和尚预备饭 四个凉子 四个热的连酒 摘菜吧 弄一大桌子 太后这儿陪着 啊 和尚做对货 你 你 你也吃 我不饿 我心 揪着 你吃你的 哎 我吃 不好家伙 拿筷子都先费劲 下手抓 抓 抓这海参 你抓 热又热又滑 蹭 子就出去了 贴太后脸 来 给你 趁热 你 你也吃啊 我不饿 哦 你看 我 我吃 你看着多不合适 你这不是有事吗 我没事 你给我唱个歌吧 旁边太监们都看不过去了啊 亲生 您这叫什么买乳 啊 一百个死罪也有啊 跟太后这胡说八道 啊 哎呀 还让太后唱个歌 旁边站着太监 拿手一指着和尚 哼 你道德上有问题 和尚回头看 哪个太监说的 好好通气共产 吃的差不多了 擦手 擦 老师擦 我先走了 我还有事 哎 别去 我说你走可不行 你拿我开的半天心了 又吃又喝又耍又挠乎鸡呢 你说走 还躺着一个嘛 哎 圣僧啊 圣僧 圣僧啊 这黄儿的病 这我治不了 我治不了 你早说呀 你早说 早说你不就宰了我了吗 圣僧啊 大慈大悲啊 我听秦喜 倾家讲过 说您哪 是妙手回春啊 无论如何 为了大宋江山设计 你也得救救我的黄儿 这一句话说完了 转过身 和而乐 行 不送了你 送了大宋的江山 你伸手把这帽子摘起来 脑子戴一破僧帽 都是油泥啊 走到跟前来 一抢皇上的脖子 拿着帽子 啪 扣着脑子上 再抢皇上 哼愣就坐起来了 特别精神 小脸蛋哄哄哄的 哎呀 两世为怨呐 醒了 哎 母后 您怎么在这呢 哎呦 老太太眼泪下来了 儿子啊 为了你为娘容易吗 跟人聊天 给人唱歌 给人老虎吉呢 娘都改了三陪了 才让我儿缓过来呀 高僧啊 高僧 您是活菩萨 戴着这帽子 我儿就醒了 这是神仙呢 和尚点点头 我要走 还得烧着这帽子啊 哎 别去别去 这帽子 就留给我们吧 啊 皇上不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怎么还这帽子 儿子啊 你病了 圣僧来给你戴上帽子 你就好了 哦 那圣僧 把这帽子给我吧 行 那你得换 你说 你要什么 我就拿什么 跟你换 我要你半壁和山 要你半壁和山 皇上一白说 哎 您玩笑 半壁和山 太贵重了 你也知道贵重 你要知半壁和山贵重 那半喇 你可不该给人呢 这句话说的值金子 半壁江山都给了帆帮了 你要知道他值钱 你不能舍给别人 皇上脸疼就红了 哎呀 顺僧 你看 舍不清 我跟你说呀 你这是有人算计你 不要紧的 包在我的身上 啊 我给你找去 准备你的魂找回来 带着帽子我得戴着 太后说 你要走了 帽子也走了 我儿子 不要紧 这不是有药吗 拿过来了 她就说 啊 这是宝贝 啊 都是各种好东西 啊 你妈亲眼看着坐着 你妈不会骗你 哎 老乡好 哎 老乡好 啊 同志儿子 你怎么弄这玩儿 啊 是不是你亲手做的 啊 我参与了这个过程 来吃 掐着皇上的嘴 竹子里边 蹲过稳来 咽 咕咚咽咽去了 咽下去之后 我就觉得肚子里边 肠量很多 一伸手 把这帽子拿过来 和尚戴脑子上 躺着别动 啊 到天起来吃饭 该干嘛干嘛 不能大活动 等我回来 这放躺去了 上上 可早些回来 是 我尽量早回来 那个老乡好的 才好脸都红扑扑的 别说这个 从这孩子那儿 哎 行 你照顾咱孩子啊 我走了啊 哎 不送了啊 不送了 和尚往外走 太监们这儿送 太盛皇慢走 当真的了 去哪儿呢 掐指一算 就知道事情的真相 要赶奔百花山阴魂洞 找龙林子 到阴魂平 里边有高宗皇帝 三魂七魄 站起来往外走 刚走到宫门口这儿 有打号码 老太后追出来 哎 那谁 圣松 圣松 和人回头 哎 抱抱 不是 不是这意思 不是这 我以为你舍不得呢 不是 我突然间想起来了 你好容易来一趟 我 我还有事烦你 哦 你说吧 谁的事 哎 这不是吗 宫里边啊 不省心 啊 西宫 罗飞 生下一子 这孩子快一岁了 天天都哭 到现在太医也找不着毛病 你说老这么哭 这是个事 儿子儿子病了 孙子孙子病了 我这心里不是滋味 哦 这把孙子抱来 我看看啊 我能治 好吧 大夫人 奔西宫 一会儿的工夫 这个西宫娘娘 罗塞花 带着小太子来了 啊 刚一送 抱着啊 这孩子哭 哭得这么甚的 啊 抱着过来 见过母后 哎 没事没事 见过圣僧 哦 参见圣僧 哦 儿媳妇 快去 这娘呢也不是没事 怎么出来 儿媳妇 再看个婆婆脸上 变眼变晒的 点点头 也没敢多说话 啊 这 几 几岁了 一岁啊 老哭 来 让爷爷抱抱 太后气 谁给你引进的啊 和尚接过来 别哭啊 别哭 哎呀 好孙子 别哭 多大了 一岁吧 就算是一岁 嗯 叫什么名字 赵俊 俊 俊马的俊 属什么叫 属马 小名叫 马儿 嗯 和尚点点头 马儿 哎 大伙儿吓一跳 不是要唱歌 怎么着 天天哭 哎呦 天天哭 怎么办 没事 你这 好办 你们这就是 报应 那么说怎么叫 报应呢 这个事得从皇上身上说 高宗 赵购 没当皇上之时 是九殿下 是老皇上的九儿子 金宋交兵 他被送到金邦 作为人质 金乌珠一见他 特别的喜欢 认为了干殿下 嗯 小儿长得漂亮 秦奇说 画样样精通 拿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 啊 有这么一天 发兵到了黄河岸边 杀猪 宰羊 摆好了 冲着北边 祭祖 五酒席宴前大伙都喝酒 都人家翻帮这些人呐 这个酒殿下也就是赵贡 当年叫康王 端起悲烈眼泪就下来了 为什么呢 国破家王啊 父亲哥哥都被人家弄走了 县如今自己作为人质 还被金乌珠认为干儿子 我这算哪一道端起背了眼泪下来 金乌珠看见了 你哭什么 一愣 没搭上话来 旁边有一个贴身的管子 叫崔孝 崔孝啊 也是中原人 被裸到藩帮之后 给金乌珠喂马 十九年 啊 老头聪明 刚才呀 这个殿下喝了口凉酒 心口窝疼 所以他哭 哦 掺他回帐篷休息 是 掺他回来了 来到帐篷这儿 崔孝说 殿下您可不能哭啊 要让人看见 可怎么好 哎 崔孝 他们都有祖宗跟着祭祖 我的祖宗在哪里 为此啼哭 这哭着呢 掌篷外飞过一只鸟来 这鸟呱呱呱呱连叫几声 叫了声 赵构 赵构 此时不走 等待何时 鸟叫的时候 金乌珠一步查起来 啊 鸟叫不要 就能说话了 这是什么鸟 哦 此鸟名叫俊翼 俊翼 英俊的俊把丹里儿换成了鸟 翼就是翼气的翼 什么叫俊翼呢 就是天上飞的那个野鸡 咱们说的那种大长椅吧 俊翼 叫俊翼 此鸟能土人盐 见者大不祥也 我没问你说他刚才说两句话 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 他骂您 他骂您 不行 我非得一箭把它射下来不可 说了话 拿个弓箭来 啪 射了一箭 射箭的时候 赵构心里阿安的祷告 苍天有眼 我能回转去 登基 坐垫 有一朝人亡 地主的命 你带着我走 汤 箭出去了 这鸟一张嘴 啪 把这箭叼住了 一转身 呼到赤膀就走了 一边飞一边 回头看 赵构 赵构明白了 这是带着我走 哎哟 你把我这箭弄走了 旁边老催笑把马带过来了 殿下 追 翻身上个马 奔着鸟的方向就下去了 金木珠还乐 这孩子真是个过日的人 回自己帐篷坐着喝酒 一会儿公伙伴伴 小帆们进来了 那怎么跟您说一声 酒店下 骑着马跑 连踹鸟营房二十七座 踹都踹了吧 我儿子高兴怎么都行 一会儿又回来了 还踹伤二百来人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大伙说 这也不像话呀 说您琢磨琢磨 踹伤了小帆小笑 不叫事 万一殿下摔坏了 怎么办 金木珠最疼的 这可不行 来呀 带过我的火龙军 骑着马后边追 儿啊 快回来 那个剑咱不要了 咱这儿游的是啊 他这儿追 催笑跟着跑 老头在步下 跑不了了 奔着马屁股上 啪啪三下 殿下你快走 拔出刀来 自吻儿吧 康王赵构 骑着马 直接就奔着黄河边了 一回头金木珠来了 金木珠啊 拿着弓箭 射这马 什么意思 把马射躺了去 我儿子就留下了 只吴啪 这一箭 扎着马腿上 马倒在地上 光当一下子 又打马上 人就下来了 金木珠 哎呦 摔着啪 天崴 真 winter 康王赵构 眼泪都下来了 看起来 我屋有人亡之分 一回头 这儿还站着一匹马 哪来的马呀 过不了许得 翻身上了马 爬爬一加蒙 这马下了黄河 金木珠到了 黄河岸边 是泪若涌泉的 哎呦 我混账 把我儿子吓跑了 拨转马头回去 那么赵贡忽里忽吐 在这水里边一天一夜 这才上了岸 这马一拧声 把他摔在地上了 再找着马没有了 自个儿起来 又浑身射酸 哎呀哥 真难受 往前走吧 天儿可就挺晚的 往前走不远 有一个庙 借着月亮 看这写着崔府君神庙 推着门进了一桥 庙很破 没有神像 只是旁边这儿 站着一匹泥马 这个马是泥的塑像 哎 很奇怪 刚才我骑的马 跟这个马怎么这么像呢 难道说就是他 不能 如果是泥的 从水里出来 他得化了呀 火阴刚落 这泥马哭叉一下了 摊在地上 就是一摊泥 哎呀 一手加恶老天爷 这是帮助我呀 啊 撩袍跪下了 日后有一天 如果我免能被被登基坐殿 我当了皇上了 重修庙宇 再坐今生 说了这么句话 这才起身往外走 到后来 怎么遇见自己人 怎么回来当了皇上 那是后话 但是这一段 叫尼玛渡汤王 只因当初 许了这么个愿 他可没还愿 当皇上把这茬忘了 这个尼玛 投胎 转世 是他的儿子 为什么叫赵俊 俊是俊马的意思 又鼠马 小门又叫马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所以今天才有了 这么一段故事 这孩子为什么哭 那是要账来的 和尚把这话一说 老太后 老太后傻了 哎呀 你骂 哎 别骂人 原来是这么回事 哎哟 圣圣啊 这事怎么办 不要情的 怎么许的 怎么来 老太后吩咐人 拨下了重金 找到当初那个字 修妙语塑金身 这段公案才算完结 哎哟 太好了 孩子当时就不哭了 哭车会乐了 老太后高兴坏了 哎哟 太好了 来来来来 奶奶抱抱 和尚弟兄 奶奶抱 爷爷抱 奶奶抱 爷爷抱 奶奶抱 挺高兴 行了 那个 这事也完事了 圣丧 您干正事去了 我 我别走 你还不走 你干嘛 我想 我想上你那 寝宫看看去 这一句话出口 大伙都愣 上你寝宫看看去 就上你睡觉那顿 看出去 旁边还站着媳妇 哦 来把孩子给我 老孩子走了 老太太看看 你打算干嘛 你还有完没完 我有事跟你说 你跟我来 拉住了老太后的手 飞奔 穿公月院 赶奔太后的寝宫 后边一大帮 国财女太监 后边跟着 哎哟 圣僧啊 您这是要干嘛呀 光天花日 蓝朗 千坤大 还这么些人 看着呢 摆着来人 跟过来了 跟着哪 跟到太后的寝宫 拉着老太太 进了屋椅 回头 啪 把门关上 一摁老太太肩板 老太太坐在床边这 圣僧啊 你再想想 咱们都这个岁数了 你这要干嘛 你想得很龌龊 你以为我要干嘛 我哪知道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就干嘛 不是啊 我是来给你 降妖捉怪 哎哟 圣僧 别开玩笑 清平世界朗朗乾坤 哪有妖怪 是你抬头 滚 看 拿手一指 就这房顶子 这手一指 房顶子裂了 啼啪 一股的黑烟 掉起一怪物来 什么样呢 大小像狮子 一身的黑毛 张牙舞爪 这是个什么东西 列位 它有个学名 叫金毛猴 什么叫金毛猴 僵尸所变 人死了之后啊 没烂 啊 棺材破了 寿日经月华 三年 这个皮和肉啊 塑到骨头里边了 然后围着骨头 长红筋 长红筋之后 出白毛 五百年之后 这个白毛 变黑毛 再过五百年 变红毛 五百年之后 变成金毛 金毛之后 再修炼一千年 长出双翅 那就了不得了 黑毛和白毛的时候 吃人肉 吃人脑子 长到红毛 猪毛 吸人脑子 如果说出了翅膀 不用下地 再天然一飞 地下多数人 只要一张嘴一吸 那脑子 全都进他嘴里边了 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 不让他修炼成功 一般来说 黑毛白毛 准有天雷 天打五雷轰 就把他轰死了 所以从古至今 只有一个金毛 后修炼成功 被我佛如来 收为了坐骑 今天这个 还是黑毛 啊 呼噜一下 为什么他能到这来 按说皇宫他进不来 圣天子 百灵相助 围着皇城 都是各路神仙 六丁六甲 就是因为皇上的三魂七魄 让龙林子给吸走了 所以说皇宫内院 乱成一团 一阳颠倒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这家伙来了 啊 没修炼成功 但是知道就要吃人肉 啊 混浊闷愣 可是来了之后呢 这里边还有守护神呢 到处驱赶他 躲来躲去 躲到老太后寝宫的房顶子 夹层货里边的 不料想今天 让罗汉爷 把他给叫出来了 拿手一只 哭啥一下子 房顶子开了 他掉下来了 他也没想这会儿出来 这会儿是 现在中点说 下午梁再来中 正午睡 正午睡 想我睡会儿觉 晚上出来吃老太太 想得挺好 来一和尚 下来 乌叉出来了 把摔地上去 老太太 嗷嗷一声 就躺在炕上了 怎么了 这是什么东西 没见过 谁也没见过 和尚乐了 一脚把门踹开了 出了出了出了 和尚出去了 金毛伙就跟出来 外边还一大帮呢 什么太监 姑女啊 都围着 哎呀 圣僧啊 圣僧啊 一看门开了 圣僧出来 后跟一怪 哇 全跑了 了不得了 老太后是妖精 怎么呢 以为太后县 原形呢 都跑了 来在了天井当院 这东西摇头摆尾 奔着罗汉爷就来了 罗汉爷怕这个嘛 一伸手 把这手举起来了 念动真言 引天雷勾地火 咔啦啦啦 两个炸了一下来 一宿把这东西 就劈着了 一团火焰 裹在了身上 片刻之间 地上是 踪迹皆无 这才回头喊 圣侯的 出了不 出了不 老太后才出来 怎么样了 没事了 没事了 这回行了 你放心吧 大伙也都过来了 圣孙刚才走 没事 老太后养个藏熬 这都处理完了 书要检验 有打皇宫出来 共守而别 说你们好好没事 都有我呢 赶奔百花山 我要去找龙林子 一边走一边走 不好呢 为什么不好呢 龙林子跟其他的妖怪不一样 他有一个发宝难接 这个发宝叫子母阴魂涛 涛是什么 涛就是一根绳子 系腰的腰带子 那叫丝涛 但他这根丝涛 练的过程 缺德缺大了 为什么呢 子母阴魂 专门找孕妇 怀着孩子要生没生 咔嚓一刀 把肚子切开了 这绳子搁在肚子里边 沾上了母婴两个人的鲜血 修炼而成 其丧无比 季公罗汉是大罗 人仙呢 那是最干净 如果接这个的话 对自身是有影响的 所以一边走 一边琢磨 这事可怎么办 哎呀 但是再难也得办 啊 往百花山的方向走 走了两天 这一天一抬头 天还早 现在中点说 早晨五点雷钟 啊 路过一个山 抬头一看 罗汉爷认识 这个山叫七凉山 七凉山 山脚下坐了一年轻人 小伙子捂着脸 跟着闷闷的哭 河上过来了 哎 怎么了 哭什么呀 小伙子抬头 别管我 谁别管我 你也帮不了我 孩子怎么去了 我妈病了 你妈 想我了吗 哪儿都没流氓责任啊 你别拿我开心 你快走 我难过这 怎么不是 你说说我能帮你 小伙子一说 小伙子离这不远 因为这个七凉山的半山腰啊 有个庙 叫慈悲院 人都说了慈悲院的神仙是最灵的了 小伙子他妈有病 就说了 我呀给我妈 烧香许愿 烧头一股香 只要连着烧三次头股香 我妈病不能好 许个愿 但是每天来烧 这头股香烧不上 你说 半夜就来等着吧 等着等着 等开着庙门 往屋里走 那准摆着 准有一股香跟那烧 小伙子这怎么回事 凭什么我烧不了头股香呢 烧不了头股香 我妈的病就好不了啊 所以跟着哭 哦 火上点点灯 没事 你把鞋脱了 什么事 你把鞋脱了 把鞋脱了 记好了 记上 光着脚跟我上山 我保你收 头股香 真的吗 出家人不打狂语 出家人不说瞎话 哎 那我也是有病乱徒 我听您的吧 跟我走 一步一步往山上走 走到了半山腰慈悲院 要门也打开了 和尚直接领了小伙子 就进了大殿 正当中供着佛爷宝箱 这首大香炉 啊 本来香炉里边 有一柱香 罗汉也领着小伙子 往里面一走 拿手一指 再看这香没了 去烧香 啊 哎呀 这您是活神仙 快去 你你烧香 烧完香 我一会我打他呢 打谁 你甭管 你甭管 烧吧 烧完香 插在这儿了 赶紧走 别弄一身邪 那个 您要干嘛 快走 流氓打架没看过 小伙子走吧 背着包走了 啊 料理边大和尚小和尚 也都陆续起来了 天亮了 啊 站着看 哎 哪来这么一个疯和尚 和尚你干嘛呀 那个 你们这有主事了吗 主事了 我们方丈 对 那这叫出来了 你是干嘛的 你有什么资格 见我们方丈 过来 小和 干嘛呀 往跟前一凑 这巴掌轮软的 后不要脸 快去 哎哼 打人瓦吉 转人进去了 一会儿工作方丈出来呢 岁势不太大 五十来岁 啊 我美托佛 何犯狂徒 再次胡闹 啊 往前就一步 到了跟前了 刚刚说话 罗海爷伸手 啪啪 俩大嘴巴 臭不要脸 哈哈哈 有话好说 你怎么了 这是啥 那么都是打人呢 不问你 你只说 穿衣賴 说吃饭 有小伙子 前来上香 为什么不让他 烧 头骨香 哦 山哉 山哉 你也是出家人 啊 我一说 你就能明白 啊 那小伙子上山 穿的鞋 是牛皮底的鞋 我们这山上 这是清净古差 不能杀生 他那鞋 是牛皮底的 所以不能让他 烧 头一股香 罗汉爷拿手一指 佛爷旁边这骨 这是牛皮的 火音刚过这骨 啪 当时六岁 大和小和都少 啊 再瞧技工 逮着李了 轮员 臭不要脸 臭不要脸 这就是啥呀 大和小和 顺嘴流血 哎 好伤 哎呀 怎么了你这是 啊 打了一通 打完之后 罗汉爷拿手点指 你们这叫强词夺理啊 啊 佛是真佛 精是好精 就毁在你们这帮混蛋身上了 啊 你们从今以后 可记住了 只此一次 如若不然的话 我可绝不饶你们 哦 是是是是 哎呀 师父您教训的是 教训的是 敢问您 从何处而来 杭州 林隐寺 敢问师父 跪上下 我这 记 记滇 人的名 乎的影啊 记滇 俩子一出口 胡辣头全跪去了 怎么呢 有耳闻呢 活神仙 哎呀 罗汉爷到了 我等会儿 哎呀没想到啊 您今天是贵族踏见地 到我们这来 您给我们传经说法啊 教导我们这些个渔萌 没事 要赶紧 你们 你们说人家穿牛皮礼 不应该 牛皮骨呢 所以以后你们不能这样 知道吗 这回来了 我得好好上课 准备杀猪宰羊 快点 咱们得喝回了 是不是 合什么直咧嘴 哎呀 我那个天哪 我们是听是不听啊 有人说他爱吃狗肉 打不小和尚 偷了出去 买狗肉 啊 坐在这儿 让他自己吃吧 大伙陪着吧 这儿喝着酒 吃着狗肉 聊着天 小和尚们陆续上菜 其中一只小和尚 端着一盘馒头 圣僧 您吃馒头 哎呀 啃着狗肉 一回头 拿手 一指这小和尚 满面的寒春 方丈很开心 这是我们这儿 最好的一个弟子 聪明灵慧 就是他 鸡公点点灯 臭不要脸 发长心说我们好不了了 个颈个臭不要脸 圣僧 何处此言 好小子 你说 天天晚上跟你睡觉 那娘们是谁 小和尚这脸 呱大地掉下了 圣僧 别别废话 赶紧说实话 您问我 我也不敢不说 是有这么回事 这里一句话 胡拉超 这帮和尚都翻着 啊 佛门敬地 你正好事 你敢多吞 方丈 站起来 比这什么话 你眼睛里还有个师傅吗 激风 淡就 臭不要脸 你说说吧 怎么回事 哎呀 圣圣 饶命啊 晚上睡觉 推开门 进来个女的 非说看我可怜 跟我一块睡觉 我也没有办法 你知道吗 哦 行啊 得亏我来了 你们这庙里边 多了不敢说 有仨妖精 仨 方丈 汗到下来 我的天 这是组团来的呀 赶上一个妖精就不容易 来仨妖精 圣圣啊 圣圣啊 你快跟他们说 怎么会有仨妖精 就是因为你们心疏不正 知道吗 心脏 心歹毒 才勾引的妖魔邪碎 来跟我来吧 站起来 又打前院开始找 啊 前院后院来回转 转来转去 转到后院 嘎啦这 一拐弯 有一个小偏殿 偏殿有一个佛台 供着一尊佛爷 罗汉爷拿手一指 就是他 方丈说 这个你别玩笑 这是佛像 佛像怎能是妖怪呢 哎 你哪懂这个呀 大前世间 无其不由 像是好像 像上边趴着的 可是个妖精 来 打打 打出来 说一声 打出来 小和人过去 把这像打出来 同党 来到院子当中 架起火来 烧 大火凶凶 这种烧子呢 又打这个 佛像里边 一股子黑烟 窜出一个女的 手里边拿着一口宝剑 直接奔着技工就来了 好颠松 姑奶奶跟你拼了 和尚点头 冲姑爷爷来 方丈点点头 这是老两口宝剑 姑奶奶跟姑爷爷碰着了吗 往前来 这一剑拼下去 罗汉爷乐 后腰啊 把扇子拿出来 一扇 走 呼噜一下子 就扇走了 哪儿去了 不知道 一到黑眼就出去了 罗汉爷拿手一指 这百花山 等我 那儿见啊 百花山等着 那么说 这是个什么妖怪呢 染精 你看 挺像长知识啊 什么叫染 染就是蛇 蛇分三种 最小的叫蛇 比蛇大叫莽 比莽再大叫染 叫染 啊 它的莽的区别在哪 蛇类 莽类 都是下蛋 卵生 唯独染 胎生 下出来 就是小蛇 每胎 最少是18个 最多是42个 怀胎9个月 这叫染 啊 不信您点位是动物专家 您查一下 这是真的 啊 那么说 染这东西很厉害 那当然厉害 比莽还厉害 而且染 有三个胆 他这身上三个胆 一个胆呢 整个一个包 包里面呢是白色的液体 白浆似的 这是干嘛呢 纸屑 这摘起来 给谁喝完了之后 不闹肚子 啊 还有一个胆呢 长得在那肝上 这个胆干嘛用呢 止痛 疼啊 或者什么 拿这上药 止痛 还有一个胆 随着肉走 啊 这胆是活的 逮这东西怎么逮呢 就没成精的时候 这东西啊 好骚 弄点的脏衣服 烂衣服啊 弄好了 挂在那儿 他就来了 就钻在里边去 把绳一系 系上脑袋 把尾巴这儿 光光一钉 钉上 整个就米条 但是你看吧 你拿棍一打 哪儿跳 就是那个胆 那是活的 啊 这个胆很厉害 那么到最后呢 拉开之后 这个胆取出来 都呸吧乱蹦 非得装在一个竹楼里边 晾干了 到最后 才能配钥匙 最厉害的胆 就是护着肝的那个 在肝上长的那个胆 这东西是止痛 有人说你这是胡说八道 别远 这可不是胡说八道 我读过名史 名史杨济圣传 曾经提到过 染蛇的胆 那我想那原文怎么说啊 初 济圣将之停障 或一之染胆 却之于 交山自有胆 何染蛇为 有这么句话 名史杨济圣传 杨济圣是 明朝的大忠臣 上表 弹劾 严嵩 被严嵩下的监狱里边 打了一百亭仗 打完之后 腿上肉都烂了 有不错的朋友 说你这个太可怜了 给了一副染蛇的胆 说这个东西 可以能够 止痛 消毒 你看看都不是那样的 交山自有胆 何染蛇为 就说我杨济圣 我自己有胆 我要染蛇的胆 干嘛 这是明史上 真实记载的 大英雄 杨济圣 话车远了 只是说染蛇 就这么厉害 那么说 今天这个染蛇 按照 故事来说 修炼了四千多年了 没想到今天 让罗汉爷 把他给发现了 就是一扇子 山跑了 到后来 百花山下 三道银分瓶的时候 还能再遇见 那是后话 把这处理完了 再瞧这佛像 焕然一新 又把佛像 捧回去放好了 罗汉爷说 你这 还有俩妖精 老房长说 这怎么弄的这玩意 要不跟您走吧 把这让给要紧吧 说不要紧的 你这 我弄跑了一个 还有一个 之前走了 之前谁走了 我问你 前三天 是不是来一个 挂单的和尚 在这 住了两天 走的时候 连行李都没有 对 来了这么个和尚 说是 哪都没得忘了 住了一两天 匆匆忙忙走 为什么走 这和尚是妖怪 他上你这 盗宝来了 在你这个庙里边 有 佛祖爷 蛇丽子 哦 房长一听 汗都下来了 不错 我这 是有蛇丽子 怎么了 已经让妖精 偷走了 啊 什么妖精偷的 他偷哪去了 和尚说 不知道 今天这书 说不到 怎么 你记着这铁骨眼就行了 啊 哦 那我们这还有一个妖怪 试试 那就留着姐妹吧 哎 你别去 可别去 您告诉我们 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嗯 你们随我来 上哪 不在后院 这庙的后院 有口井 啊 和尚拿手一直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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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房长说 哎 他上来 伤人不伤人呢 我不怕 哎呀 我们怎么办 你别着急 叫庭底下 哗啷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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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什么呀 铁链子 啊 甩上一铁链子头来 罗汉家一把叼住 来 来 拉 全庙的和尚都来 拉这什么 大铁链子 哗啷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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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了多长呢 这么说 三天 这后院里边 铁链都满了 啊 老房长看了 哎呀 这个挺好啊 就算没有妖精 卖铁链就卖点钱 圣僧 这地下是个什么呀 啊 那个 您告诉告诉我们 哎 为什么 这里边栓的妖怪 真是妖怪啊 哦 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大雨治水的时候 天下有一个犀牛怪 逮来逮去 逮在这了 这主啊 不服管教 最后拿体链子给它拴上 地人刨一坑 搁在这里边了 大铜柱子 立好了 把这链子拴铜柱子上 降不住它 盖了一个庙 庙间上 供着佛族的蛇丽塔 啊 有蛇丽子在这能镇着它 没蛇丽子 它就要出来 这两天妖精挺高兴 怎么呢 蛇丽子被人偷走了 我该出事了 啊 挺高兴 万没想到 罗汉爷来了 哎呀 倒来倒去 倒了第四天 就听起来 一声啊 颈口都裂 呼啦双一些的上来 巨大无比 大铁犀牛啊 出来之后 眼珠的冒火光 嘴里吐黑烟 啊 大河小河都尿了空了 谁也没见过 唯独罗汉爷乐了 别闹 别闹啊 我找你有事 哎呀 这个 这 愣了 为什么呢 在他眼里边看我 这不是个风和尚 其他人肉眼凡胎 唯独他看 眼前这个人 火托托托 知觉罗汉 头上有白光 没敢乱动 哎 你 老牛你挺好的 啊 挺好的 挺好的 你回去歇着吧 我歇着好歇点了 这不给我出来了吗 你别着急 你来看 你伸手 这手里边一道金光 在牛身上写字 阿妈 你妈 写这么几个字 您各位都记得哈 孙悟空 摆着五星山顶如来佛 贴个条 妈咪妈咪空 我佛颜 那几个金字 管用 感情这几个字 就跟法宝是一样的 这写完了 当时这牛都不能动 哎 哎 我说 这位神人 你给我写的什么呀 你 阿妈 这哄死你 牛都没明白 什么意思 你要干嘛 我不干嘛 你听话 好几千年你都忍了 你再救活救活 过些日子有用 过些日子真有用 怎么呢 西湖岸边 跟水族们打仗的时候 有一个海滔铁 海滔铁 是山海怪的父亲 厉大无穷到那会儿 受海滔铁的时候 犀牛二次出世 那是后话 你还回去 我见你一面 说好了 过些日子 我请你 我这不能再跌再跌 冷 老问题 冷耗千年了 我一点洋气都没有 都不要紧 来 过来 你点手 老方丈过来 上层 你 你趴着牛屁 往那吹 这上层 这什么意思 你 你也是出家人 你给了点洋气 让它暖和暖和 上层 不合适 不合适 你怎么怕什么呢 你以后就说 就说这腰就是你 降伏的 那可以可以 掉过身去 喀着牛屁 吹了一天 这个 和尚还问 囊乎点了吗 痒痒 有点热服气就得 过不了 三月五个月 我就得用力 先回去吧 转过身来 这牛又回去了 地面上又恢复了一切 和尚说 你这能力大了 以后你可别忘了 对外说 你收服了犀牛怪 我亲眼得见 是 我跟您说 我说什么话 还算 挺闲 那边说 打这儿起 这主啊 还真到处说 我收服的犀牛怪 啊 纪工长老 给我打了下手 有那好事的 也问小和尚 你师父这么大能力 小和尚别死 我师父 吹牛屁股 这是后患的 这是后患的 准备好了 四日清晨起来 罗汉爷说 我得走了 但是我现在心头 蹬蹬乱跳 我恐怕要有祸事来到 发长说 没事 你说什么要求 我吹他 啊 我现在最厉害是这个 和尚说 你吹他 连我自己都不敢担保 你来看 鸡骨在这儿 拿手一指 又打山门一外 半悬空 连风在火 黑烟浓浓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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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跟前了 来再找半悬空 踩落云头 云子里站一什么呢 站着一老虎 但这老虎呢 是站着 它不是立着 啊 像人似的站着 手里捧着光灿灿 明晃晃 用手颠指 蔡定国 你哪里 走 从来没见过 纪公长老 这么害怕 义无脑的 我的妈呀 转身进庙 啊 只问大雄宝殿 藏在了 佛爷的身后 不敢动 啊 这庙里的方丈 下来我可吹你啊 这人有个一技之长的管用 老虎吓一跳 哦 什么吹个 老爸说的 知道犀牛怪吗 我给吹个 你要敢下来有我呢 你别掺和 我今天是前来报仇学恨 你这找谁报仇 刚才那是谁 鸡公长老 他不是鸡公长老 他是我的冤家对头 在隋朝的时候 他叫蔡定国 他乃是一员武将 那时节 我是山众调经 白俄蒙虎 我们是弟兄两个人 我们那会打算呢 一同修炼 他说的是真的 两只老虎 跑得快 是吧 一直没有脑袋 这都知道 是吧 俩老虎说 咱们这个老虎 性命是有限的 人可以念佛 成经啊 咱们也可以 是吧 咱们好好修炼 对 在那起 俩老虎真下本 都不吃肉了 天天吃水果啊 吃草啊 吃什么的 看着没饿死 你琢磨老虎 天天吃苹果 那边受得了吗 为你修炼 就这么着 熬了五百年 真有点样 而且 不杀生 外边 捡小鸟 还得送到窝里去 看小兔子 给叼在边上 把人踩了 竟敢好事了 打将军 蔡定国 打着过 啪啦叉 这一箭射死了 其中的一只 这老虎 一灵不明 老憋着报仇 我都吃水果蔬菜了 你把我弄死了 你对得起我吗 是不是 报仇吧 可是 从第二世开始 蔡定国这人 转世投胎 当和尚 紧跟着 十世比秋僧 到后来 败在我佛门下 降龙孙哲 没法弄了 找不了了 所以这一次 费尽周哲 西天求得佛旨 我佛如来 准许我跟他 报仇血恨 我们冤家对头 你赶紧让他出来 房长说 这是个事 他来吹屁股 不管用了 这事 说你稍等 我进去说说点 进来 圣僧 您出来吧 圣僧出来 走了吧 没走 人家刚才 蛮蛮蛮蛮蛮蛮 人家说这个事 这个不太好 你看您这怎么办呢 这不要紧 这个按说呀 人与人之间 要是有仇 按照佛家来说 三世之内 准许报仇 人跟人 谁跟谁 这一刀捅了他了 要报仇 三辈之内 能报仇 过了三辈 等于就过了追溯期 这不允许 我们这都十多倍了 他还找我报仇 其中必有缘故 我得问西天 去找我佛儒来 我得问一问 他的佛旨是哪里来 那么说 你怎么去 我不能出去 我出去 让他围住我了 而且我知道 他什么都不怕 只怕火 你这庙中 可有烟花爆竹 赶快取来 真巧 这个年前呢 来一个 卖烟花爆竹的小贩 住在这了 这种后来死了 病死在这 大伙给他埋了 剩了一堆烟花爆竹 堆在后院 方丈说 这有 这有 赶紧取来吧 取了之后 堆在正当中 罗汉爷往当公一坐 我得上西天 找我佛 来放火 一点火全找了 一到火光 罗汉爷可就没了 老方丈点都 wear identifier 上西天了 这是真上西天了 一到火光 几天僧可就出去了 到哪儿不知道 就觉得眼前一黑 再一睁一眼 掉到地上了 我这是逃出来了 那么说 我到哪儿了呢 一抬头 半身空 黑呀呀 五漫漫的火光 冲天 罗汉爷爷一咬牙 这回是 非死不可 我都38岁了 大的都40多了 挺好 很感慨 人生就是这样 有昨天来的 有今天来的 说了一个单口相声 记公传 有人说这个很难做 为什么呢 昨天来的 听得很开心 你别看昨天感冒 站在这说了 80分钟 今天就不能 说的太少 对不起各位 咱们说8分钟 那也不合适 关键就是怕故事接不上 那这就难了 按照规矩来说 要倒书 什么叫倒书 您各位昨天没来 昨天咱们说的是什么 给您讲一讲 但是真倒80分钟 也不合适 今儿您算是白来了 所以说三言两语 得让您听明白了 记公传大家都熟悉 活佛记公 系天如来佛驾下 降龙尊者 普渡众生 来在了人间 放荡不济 他和其他的 罗汉那活佛有区别 其他的那个 倒是的呲呲呲的 是吧 一出来金光护体 一张嘴满嘴的大金牙 反正是挺讲究 记公长老没有 头发 只能八叉 一脸的油泥 身上破衣烂衫 这俩斜眉根 走起了我的 特撒特撒 胯的零胯零胯 唱开玩的祖师爷 还拿着一个破扇子 说话嘴里不利 走 沾牙倒齿 是这么一位 从小学的这个书 很喜欢 而且我的记公传 跟其他人是有区别 我这个书 通灵 我不知道您哪位能挑食 要有的话 请上外面等我一会 我这说着 你那嗡嗡嗡就受不了 那么昨天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几句话 您就明白 闲话少说 书归正传 尽量多给书听 不光多说书 待会儿相声也得多说 人家来了 得让您各位高兴 昨天演出结束 我一看表快一点了 我自个儿都顺着 谁就说下 说这么长时间 所以今天各位要做好准备 不会特别早回家 什么人撒下名利网 富贵贫困不一般 也有骑马与坐轿 也有推车把袋单 骑马坐轿修来的服务 推车单单的命该然 骑马驼的痴呆汉 每妇人长扮着服眠 八十老翁门前站 三岁顽童染黄泉 不是老天不睁眼 善恶到头 这报应 循环 说这么几句 唐诗 这轮口卖糖 那大爷说的诗 那大爷还糖尿病 双尿的唐诗 不说不笑不热闹 是不是 昨天的故事说的哪呢 说到 技工遇见仇人 你看 什么叫好故事 头一句话 就把你塞帮子给勾住 啊 要不说说话的艺术 难就难在这儿 您各位都会说话 你花钱听我说话 这是为什么 你看 有上当的感觉了 是吧 但是我也不退票 我得给你解释这个道理 这是学的 赞这磨分磨 磨分磨 说半天 您各位都没听明白 越听越烦 这就错了 一句话 就得勾住你塞帮子 人们印象中的技工 那是了不起的人物 呼风唤语 撒斗成兵 多大的妖精 到他跟前 假的一样 那么说 他 遇见了冤家对头 他也有怕的 他怕谁呢 怕一老虎 你看这玩意 分了吧 啊 啊 是吧 所以说照这样说 八十分钟很快就到 季工啊 在七凉山慈悲苑 这是个庙 在庙里 给人家除妖精 除完妖精 要走 走不了了 半旋空中 来了一只老虎 这老虎啊 手里捧着 一道佛纸 金光灿灿 什么叫佛纸 如来佛的纸 哪个纸 不是咱们说那卷纸啊 兽纸的纸 佛纸 拿着这个 找你算账来 你该我一命 怎么回事 隋朝的时候 在那会儿 济宫 还不是济宫的 啊 那会儿是隋朝的大将军 叫蔡定吴 文韬武律 马上布下 大英雄 到山里边去 瞧见两只老虎 这两只老虎 也是出类拔萃 怎么呢 老虎吃肉 唯独这两只老虎 一心向善 想修炼成仙 俩老虎说了 你看这个老虎 能活个三五十年 咱俩人 怎么不能成仙呢 所以说 两只老虎 咬牙切齿 打着其 改吃素 这得多的毅力 吃草 吃苹果 吃竹子 啊 乍一吃 也吃不惯 一吃 吃了五百年 修炼得不错 而且 没干过坏事 啊 竟干好事呢 树上掉只小鸟儿下来 俩老虎 你拖着我 把这给放回去 小兔子迷路了 给送家去 当时送家去 把大兔子吓死了 但心是好的 啊 看见猎人来 猎人吓死过去了 这猎人背家去 啊 家里疯了仨了 竟干好事啊 除了 不服老太太过马路 什么都干 为什么呢 俩老虎是真没钱 除了这个之外 什么好事都干 修炼五百年 你慢说 做好事 光吃素 就得费多了俊 你见过老虎 一人来根竹子 跟着咔着咔着 跟吃甘蔗似的嘛 所以说 一心向善 万没想到 打将军菜饼 我打着过 哎呀 有猛火会伤人 身背后摘下来 保鸟宫 任扣大贤 射死了一只 那一只人都走了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跑得快是说那只啊 这躺着死了 打将军蔡定国 射死一只老虎 没往心里去 下一辈子转世投胎 成了个小和尚 打这起 归我佛 实事的比丘僧 到后来 在我佛驾前站班 降龙尊者 啊 再下凡来 就是寄功 死这老虎可不敢 我都吃素无辈 那位 凭着呢 你就把我弄死了 是不是 到处找 我要报仇 可是有意见 按照佛驾来说 人与人之间有仇 三世之内是可以报的 你该我一条命 好 我追你能追三辈 三辈之后 不能再报仇 就过了追素期了 就不可以了 但是这只老虎 想方设法 跟了十好几辈 没完没了 我一定要找到你 我就问问你 凭什么你这样对我 我竟敢好事 所以说这一次 请来了佛旨 要找寄功算账 手里捧着 金光灿灿 罗汉爷打眼一瞧 心咯噔一下子 知道那个佛旨是真的 我 没法动 但是他怎么能得到佛旨 我闹不清楚 所以说 我明着不能跟他交锋 我先躲 有事回头再说 回到西天见我 佛如来 我得问一问 为什么过了三世 他还能找我 是这么想的 回在了寺庙之中 把和尚们叫来 说你们得帮我 这个老虎什么都不怕 怕火 你们给我准备些个 烟花爆竹 泡药之类 我要借火炖 逃逃 正好头年呢 这来了一个小贩 路过庙里 住在这 卖什么的呢 烟花爆竹 弄了好些个爆竹 但是哥在这呢 这人就病了 本来想春节前啊 卖了他挣点钱 没想到病得又要给你了 哎呀 治好了病之后 说准备走 一算这日子都 二月二能抬头了 和尚们说 你拿走也没用 啊 春节期间 还能放上 现在不让了 小贩说 这是一定的规矩啊 和尚说 你少说废话啊 卖炮子说 那我先回家吧 明年再说 所以烟花爆竹 都堆在了 谈堂边上 今天想起来 全剧出来了 弄了这么一大嘴 罗汉爷 往烟花爆竹当中一站 列位 你们受累吗 常听技工传的人知道 罗汉爷说话 这嘴不利涩 老歪这嘴 绝对受累吧 和什么挺开心 太好了 来吧 咱们点火吧 啪啪啪 一砸这火石火莲 引火之舞 点起来 就这一大嘴 一到火光 几天僧借着火光 去哪呢 不知道 按说啊 他一摁脑袋 灵光一现就能走 你给人修炼到一定程度 是可以的 一摁脑袋 妈咪妈咪虎哭 就出去了 都行 各位都可以试一试 可以 试完了 我们这还能 空出点碎 但今天不行 今天必须要借火盾 一到火光直奔西南 就出去了 多的功夫按现在说 得我一个钟头 落地之后 手腕心口 砰砰支跳 哎 心说 谁都有这个时候 行了 我这是逃出来了 稳稳心神 抬头一看 哎呀 还不如不来呢 怎么呢 半悬空中 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 在烟幕之中 有一个怪 太厉害了 这个身材 像一个狮子 脑袋这块呢 是十个人头 后背上两个翅膀 这俩前爪 摁着嗓子眼 在天上这转末 正飞呢 罗汉爷一瞧 我可认识他 听过昨天的书 您可能还记得 我们提到了一个妖怪 叫什么呀 金毛吼 什么叫金毛吼 这是妖怪的一种 好多人特别爱听这个 有妖怪的故事啊 我们得分析一下 什么叫金毛吼 它的根 是僵尸 人死了之后啊 在棺子里边入殓 但是呢 种种原因 没烂 不光没烂 就跟肉和皮 缩到骨头里边 之后围着这骨头 长红金 一圈一圈的红金 金上面生白毛 五百年之后 白毛变黑 再要五百年 转成红的 再要五百年 转成金的 再有一千年 被生双翅 白毛黑毛的时候 要吃人肉 红毛金毛的时候 要吃人脑 长出翅膀来了 不用下来吃 在天上一飞 底下不管多数人 一张嘴 人脑子就吸走了 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 不让这个东西成精 害老百姓啊 所以一般说 等它到了黑毛白毛的时候 天打五雷红 准给你劈死 从古至今 只有一个金毛 后成事了 长了翅膀了 而且十个脑袋 这叫石头金毛吼 被我佛如来 收为了坐骑 如来佛 骑着他 今天这个 就是我佛如来的坐骑 罗汉也一瞧不对啊 这是如来的坐骑 石头金毛吼 怎么会出来了呢 他怎么上这来 这是偷下灵山 可是自己 打不了他 又一次我们坏了 这个怪物已出现 普天下老百姓够瞧的 他都不用到跟前 天上一飞一张 脑子全吃了 底下这一帮傻子 你这怎么弄这玩意 哎呀 赶紧隐身躲在了山盖拉后边 掐学念咒 把当地的山神土地交出来 这有一咒 阿玛丽玛 红色的名 还是这么个咒吧 一念 这儿念完了 打尬娃后边 山神出来了 我认识 罗汉也 出来 出来 罗汉也 您挺好的 你怎么上这来的 我这不落魄了吗 天上这个 石头金毛吼 怎么上你们这不知道啊 我们也知道乃是 佛祖的坐骑 谁知道他上这来了 自到了这之后 老百姓为他吃了不少了 赶紧不落魄 爷爷把他收了 我哪收得了 不说人家叫我 我是问问哪能躲 我跟您说 这个富豪躲 他藏在我们这山里面了 我倒是知道 他这山洞 痴人无数 但是好像他随身 还带了一尊发宝 是一根绳子 金光灿灿 上写佛家之宝 罗汉也点点的 我知道 那就是拴着那绳子 他平时有什么举动 他没什么举动 他就是睡醒了 就出去吃一下 吃饱了 就回来歇着 但是 好说话 一人自个儿 老念的一句话 说什么呀 他说这个 只要佛祖不来 看他们哪一个 能拿得住某家 吉宫点点头 就怕如来福 想在这灵机一动 有了 说着话一转身 掐绝念肉 小孙子 修炼成功的人 是了不起的 变成了如来佛的模样 身可以夹杀 满脸上金光灿灿 身高长二 山神吓一跳 您这怎么回事 你看我像佛祖吗 山神说 你看你像 要不说话还像 不要废话 我这样晚着点 你要不张嘴 行 没事 你告诉我 他那种在哪儿呢 就在鬼关去 我刚才看他 在那转沫沫呢 那肯定是吃饱了 回来笑话笑话 我这吃饱了 他得转 是 他说这样有利于 血糖的控制 金光猴的糖尿病 行 偷钱带有 山神在前面走 罗汉爷后边跟着 一前一后拐过山外 有一个大山洞 黑暗暗暮沉沉 这洞门口 拿云彩风筝 山神一指 罗汉爷 就是这里了 我可不能进去 您请不 来 投钱带路 就带到这儿 这里边 您都这半仙了 怕什么 那都也是 好你等着我吧 转身往里边走 出吗 真出头 不好打 挨着的东西 只有我佛如来 能想得住他 今天相能尊者 壮仪壮胆 假冒佛祖之相 要擒这金毛猴 卖不快就进来 拿手拨开了云路 走进了山洞 紧走几步 一提鼻子 腥臭难闻 再一看两边 都是人骨头 摆着这齐呀 感觉金毛猴 特别的有聊天 吃完之后都放好了 大腿骨 胳膊骨 脑袋 还差耳肋骨 摆着特别齐气 这是个过日子的人 都编好了号 哪吃的哪吃的 再往里边都一拐弯 眼目前火光冲天 一瞧啊 金毛猴在那趴着呢 罗海爷稳了稳心神 用手点直 嗯 怎么嗯啊 不敢说话 怕听出来 嗯 金毛猴正睡觉了 这一抬头 哈 吓一跳 也吓一跳是吧 万没想动 呦 当时站起来 这东西是妖怪 好容易逃出来 一瞧这个不行 怎么他找到这儿来 再往身后观瞧 佛祖一二出来 也觉纳闷 又一想一跳 已旧已旧了 俩眼珠子望上一翻一张嘴 前肢一叫进葬前 就扑过来了 罗汉爷闪身形左顾 大伯过去了 后爪子 打绑子这 呲啦一心 血就吓人 罗汉爷流血 那当然了 什么人也是这样 不管你多大的英雄 多大的神仙 他得碰到了对手 你甭听那样 有人说 哎呀我如何如何 别往心里去 喝多了也吐 挨打也疼 一闪身过去了 俩人一掉个儿 这妖精啊 心里面也发虚 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藏在这儿 他不知道 又何况 有打西圈到这儿 到可不进 他怎么能 一个人下了灵山上 来勤我呢 他就吓不住了 再瞧这佛祖 你这儿是不对地 跟我走 回家睡觉去 没法说话 娜娜说了服务 别看洞很大 俩人可就打起来聊 打来打去 到底说是技工聪明 心说不对 万物必有相克之处 你别看他厉害 佛祖怎么勤着他 他是准有一个命门 就发现他无论怎么打 他老有一个爪子 护着丧着 偶尔一离开 发现浑石上下是金毛 唯独这儿 是白毛 甭问 这是他要命的地方 而且 两边一折腾 打身上翻过去 发现他这十个脑袋 有一个不一样的 九个脑袋都是 有眉毛 有眼睛 有鼻子 有嘴 烫着头 怎么又说到烫头了 唯独有一个脑袋 比一般的脑袋小 而且上面长着青筋 这是没长好 罗汉爷爷最聪明 甭问 这个小脑袋 跟他脖子底下这白毛 是拿他的穴位 再一回头 突然间发现 刚才怪物卧这个地方 骨头底下一道金光 脊宫一伸手一抓 往上一蹬 滴溜一下子 一根绳子 金光灿灿 上面四个字 佛家之宝 旁边 有一个万字 万字都知道 我佛如来的logo 但您记住了 这万字 跟这个 希特勒那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笨左 一个是笨右开口 啥也不一样 一个是红的 一个是黑的 拎在手里边 怪物个啥的 金毛好心 你要干嘛 你打我裤腰带干嘛 说时迟 那时快 罗汉爷一转身 蹭一声 真喝出去了 一翻身 就骑在了他的身上 一伸左手 砰 掐住这小脑袋 右手绳子顺活底下 啪啦一扔 这绳子一兜过来 当时往肉里边缩 感觉这东西是活的 右手 攥着绳子 左手掐这脑袋 疼啊 真疼 你怎么知道 我这么琢磨 啊 金毛猴 哎呦呐 一声 有一个脑袋 一掉过 整奔这左胳膊 咔嚓就咬上了 罗汉爷觉得 钻心的疼啊 赶紧把右手的绳子 紧了一扣 捏住 你要找死的娘 在这一句话 金毛猴 把嘴张开 为什么呀 我可能太猛撞 我这一口咬得太狠 佛祖说话都差音了 因为您知道啊 看电视剧 如来说一说啊 都是你这脖喉 啊 你这孽畜 都这样说 就是改了 孽畜 弄死你 撞嘴 金毛猴一瞧 这玩意没辙了 让人掐着脑袋了 而且绳子套着脖子底了 哎呀 顺别的脸直冒烟 啊 罗汉爷看看他 你知道错了是吧 我就是为了你 特意来的 我谁都没告诉 你也别怕丢人啊 跟我回去 我不跟他们说 回去我也不打你啊 先走 金毛猴一琢磨 多少人逮着了 回去就回去吧 拖着罗汉爷 顺着煽动出来 哎呀 脚架降云 就起来了 三十三天 离狠天 要多高 有多高 直奔西天而去 这也倒着快呀 金流星 迅如闪电 死足生风 先到夏天竹 再到中天竹 最后是上天竹 雷音寺 那是如来佛居住的地方 哎呀 这快 没这么快 来再了 雷音寺 台阶 暗落了云头 罗汉爷说 哎呀 真快 太快了 怎么那么快 金毛猴回头 你是假的 我琢磨一刀了 你怎么知道 我是假的 这佛祖说话 声音大差 又何况 这么多年来 我驮着他 在我背上 一字不发 今天你怎么还寒 怎么那么快 你好像是头回座 我认为你不是佛祖 激功点点头 你知道的太多了 守着雷音寺 有四大金刚 这儿出来了 哟 降龙孙就来了 快把这接过去 快点快点 这儿接过去了 哎呀 你怎么来了 这奔跑了 我逮去了 哎呦 我再瞧金毛猴 我直跺脚啊 我早知道是他 我不上这个当了 犹打里边 出来了一位罗汉 谁呀 跟激功最好 俯虎罗汉 降龙俯虎 这是一对 俯虎出来 哎 降龙 哎 这老伙子你挺好的 哎呀 那个我找你有事 我知道 我得先面见佛祖 你别见 佛祖让我出来找你 俩事 啊 这个 一个就是 你跟那老虎吃素 那个事 啊 这怎么回事 那事 哎 你的 上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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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废话 快说 不得跟你数吗 你不识识比丘僧吗 别忘回倒啊 倒到十辈之前 你是隋朝的太大将军 你射死了一只老虎 那老虎吃素 啊 当时是两只 有一只让你射死了 所以说 一只找你报仇 我知道 我想问 那佛指 那不还有一只老虎了吗 那只老虎 没死 后来修炼成功 第二事 转世为人 第三事 皈依我佛 你知道是谁吗 谁 看守佛宝阁的小沙米 佛宝 啊 而且他是负责看金毛吼的 他跟那老虎前世有 渊源是兄弟 一块吃过素 所以说 为了报仇 偷的佛指 偷佛指的时候 一时疏忽 金毛吼偷下凡尘 所以说 我佛已经知道了 之前公案 已然都了 你放心 老虎不会再找你 而且你把金毛吼 送回来了 佛祖很高兴 但是跟你说 不必觐见火速 赶往太湖 拯救百姓 你快走 过不了多少日子 我也要下凡找你 咱们一块是 普度黎民众生 啊 那行 那我走 你快去吧 别耽误事 佛祖说 太湖的事还挺着急 要不得赶紧去 那个 把金毛吼给我牵来 我骑官了 他不会再让你骑的 以后你少见他 他都恨死你了 一摁脑袋 妈里妈里 再一道边 哟 来在了太湖的岸边 太湖岸边 拿手掐指寻音一算 罗汉爷就知道 这场事可是不小 我要不来 老百姓都活不了了 啊 站在了太湖边 放眼 观瞧 就是东南方向 信不悬疑往前走 走六半个来钟头 到跟前了 这是一片坟地 我可爱说坟地的故事 啊 江慷慨 而且来说 故事多 啊 但是 特别圣人 挺害怕的 但别说了 但今天是白天说的坟地 所以没事 而且今天这坟地这 百事来耗人跟这待着 啊 一瞧这一片坟地 不是一般人家 这是有钱人家 呦 那个坟修得漂亮啊 雕梁画动 一瞧就是某家的祖坟 啊 一大片 而且在坟地前一边 有一把太湿椅 这坐着一人 三十来岁 穿愁果断 这张脸 白里边透着黄 没写色 俩眼睛搭在这 嘴撇着跟链鱼似的 啊 拿着小折扇 撇着大嘴 跟着坐着 周围站着都是恶奴 啊 摆上来人 不知道的都纳闷 你说这坟头里 白把椅子 跟着坐着 这是参观什么的 纳闷 怎么回事呢 两句话 你就明白 这种姓薛 是当地的恶霸 姓薛叫薛王 哪个王 三横一树的王 为什么叫薛王 因为他是憋着当皇上 他的曾祖 是当地有名的富户 有钱 啊 一直就琢磨 我们家这坟地 得找一好地儿 找来找去 来离看风水 我给你看 我能保证找着一个特别好的坟地 但是 我收费可高 不要紧的 只要你找着合适地儿 多少钱都给 找来找去 找着这片坟地 这片坟地 我找你要二十万两白银 没有别的 你死了埋在这儿 你的曾苏 日后 能当皇上 可有一解 那应该是八十年后的事 有一天 你的死尸会出来 出来变成一条龙 变成一条金龙 到那会儿 你的曾孙就能当皇上 有一朝人帮地主的命 不过对老百姓是个损失 金龙一出了血 此地水一涨三丈 方圆百里的百姓 你们得劝人搬 这个事儿要赶在你出血之前 兄弟们不管了 给完人家钱 把这墓就修在这儿 一辈一辈 真是照这说的 死了都埋在这儿 都埋在这儿 一直等着自己的曾孙 八十年后 就能当皇上 这曾孙就是学王 起的名就是什么 要当王爷 王子 可是有一节 脏了心 没跟百姓的说 他怕一说 说我们家要当皇上了 两位都搬家吧 省得水出了 咽罪呢 他怕消息走了 我担心自己的事儿 所以说 没跟百姓说 就这一点 就得遭天前 缺德缺大了 今天是算这个日子 说今天老祖宗出窍了 全家人搬着椅子 跟着等着 说这个什么时候出来啊 不知道 当年算说是今天 夸坟一开 老祖宗就出来了 咱们等着参观吧 就这么会儿功夫 罗汉也赶到 净查一步 晚来一步就出了事儿 聚工刚往这 一站就要听这地底下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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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噜咕噜咕噜 紧跟着镇当中的大坟 卡卡卡就开了 油打底下 咚 一股子白烟 顺着这坟里边 出来了一条金龙 羊头白尾 拂腰之上 要往上走 罗哈尼一瞧坏 这个龙如果上了天 他们家可就出了皇上了 而且眼瞅着地上可就湿了 紧跟着水就越来越大 老百姓就完了 可老学家人很开心 太好了 真诚 快看 快看 这是我祖宗 这是变的什么呀 这是 成功了 是莽 什么莽 龙这是 龙龙看着呢 罗哈尼也站在旁边心 说这可不行 你要出事 百姓就坏了 拿手一只 这龙也是死催的 跟坟里边待了好几十年了 死尸变成龙 腾不出来 出来的迷路 哪儿啊 我不认识了 这几年没得都拆成这样了 瞧那儿看就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的 一回头 这儿站进 这儿 这儿 谁叫就奔谁去呗 是吧 一掉头过来了 来在了罗汉爷面前 罗汉爷 往前点 往前点 罗汉真听话 不脑子定去 逼过去 罗汉爷一伸手 俩手伸出来 一边一个指头 奔着眼珠子 你看不见了吧 哎呦 把这龙坑的呀 好容易修炼成功 这出来 刚一看见花花世界 一分钟不到瞎了 这不怎么 哎呀 这龙可就疯了 万没想到 罗汉爷 点不灵妖 蹭一声 上了龙背 左手 砰 抓这龙脖子上 这踪 啊 你这时候活 他练熟了 为什么呢 竟齐筋猫好来 底下可就乱了 为什么呢 水一上来 龙一出来 他又水啊 龙行游 与虎行有风 眼瞅着水 闸眼之间两三丈 周围有民房啊 老百姓招势惹谁了 这房子起着 起着 全倒 罗汉爷把脑子上 这帽子摘下来 往地上一扔 马里马里 轰 轰 转成一大船 老百姓离得近 赶紧往船上愣吧 站在船上 哎呀 万没想到 来这么说 哎呀 这个船怎么搜的 你说他这个帽子 好闻得了吗 骑在了这个龙上 这瞎龙可不干了 哎呦 上下翻飞啊 罗汉爷心说 完了 今天我得破杀戒 有你没我 有你 一伸手 把扇子拿起来 一吹 扇子有肉 啊 这半俩是扇子 这半俩菜刀 攥着龙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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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剁得不好剁的 那神龙啊 哎呀 这剁不了 再一吹 改锯 把这龙疼的呀 啊 刚把眼处下了 小菜刀夸夸的切 切了几刀 又来个锯 啊 简断接说 一会儿的功夫 这脑子锯下来了 扔在水里边 可这身子还动 啊 罗汉爷心说 这个怎么弄啊 压着这个龙 来在了地上 踩好了 又把这个 小鸡举起来 连砍带舵 连销带杂 啊 把这主要 这几根筋 这断了 水也上来了 顺水把这龙狮 就冲走了 这会儿当务之急 要救百姓 再瞧船上 有二百来人 好在哪呢 他这船是 帽子变的 啊 上来人 帽子还大 上来人 帽子还大 能救的 就都救了 简断接说 到天黑 救了有几百人 吹了一口 先气这个船 靠了岸边 俘着大伙都下来 老百姓哭啊 这怎么回事 好面日子 这怎么闹了大水 都别闹 有我呢 你们来看 拿手一只 旁边这儿有一个破庙 年久失修 来来 都上庙里来 上庙里来 大伙都上庙里来 又冷又饿呀 啊 这里边有认识的 知道 您是那个 灵隐寺的 那个技工长老吗 是我 哎呀 我佛呀 您快救我们 我们都饿 别着急 我有份 啊 一仰手 把这扇子 变成一盏笔 再墙上给大伙画画 啊 就想吃什么呀 啊 我给你们画 罗汉爷 别开玩笑 饿不死 会再馋死 你不信 我先给你画一个 哎 画一烧鸡 吹口一声 下来了 来 吃 吃 呼 大伙开心了 这会行了 有活佛在饿不死 画狗肉 酱牛肉 啊 画盐水鸭 啊 画肘子 来一位 那个 你给画一个土豆丝 素的画不了 不会 怎么他竟吃肉来着 素菜 也不行 就吃肉 啊 这大伙话 啊 酒啊 肉啊 饭啊 好歹是把这几百人 全都安顿妥当 大伙吃 啊 哎呀 那个罗汉爷 我们怎么谢你 别谢我 别谢我 吃饱了就赶紧躺下 一会儿有个妖精 来吃你了 啊 啊 人这玩 可怕在这 两军阵前打仗啊 帮一枪打仗 打死了 死了就死了 你就怕提前告诉 啊 一切都挺好的 是吧 啊 太好了 那个 明日下午四点半 枪毙啊 这等死是最难受的了 吃饱喝走 这都困了 他告诉 躺好了 一会儿来妖精吃 你们 大伙子都害怕 呦 罗汉爷 你这 别闹 别闹 君昏尘暗 设计不宁 天下才有妖魔鬼怪 啊 这也是尔等的结束 不要紧 呦 我安排 哦 那行 罗汉爷 妖怪来了 我们怎么办 好几百人 他一吃吃不了 这么些 吃一个也受不了啊 罗汉爷 您别玩笑 您说怎么办 都有我 无论听见什么动静 别闹 啊 哎 来了 来了 都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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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动 就指着他呢 天话少说 耳听的外边 一股子阴风 大伙一提鼻子 腥风 这个风里边腥臭腥臭 哎呀 男女老少 哑绝不生啊 唯独罗汉爷 站起来 别中啊 我出去 我红色弯啊 来在了破庙门口 眼目前暗落云头 站着一腰球 多高 跟庙一根狗 啊 大个儿 一身的绿毛 四方大脸 脸上 红色 也不知什么要求 站在这啊 低头看 那么说 这是个什么要求 此处的一个山怪 啊 这个 苏联的有五千多年了 今天是 头一天出来 啊 因为当初啊 学道的时候 有高人们的说 说日后你一出世 你首先会遇到一个 知觉罗汉 把他吃了 那么你的道行 马上就翻倍 天上地下 无人能管你 所以今天一算准的日子 哦 该我出世 犹大弟弟也钻出来了 一阵兴风 刮在了庙门前 望着一旦 啊 地上站着季工 看着他 你来了 啊 多 多少年了 可能五千年的吧 还得可能五千年啊 哦 你干嘛来了 我去吃一个和尚 哦 你等会儿啊 说成等会儿 季工转身进去了 功夫不大 大里面爆出来 什么呀 水潭子似的 啊 嘴子这 我得指着你来 你和尚 我给你装在潭子里 把他吃了 哦 真听话 抱歉 黄就吃了 也不嚼整个咽着肚子里 好吃吗 那味 那里面装的炸药 什么 什么叫炸药啊 我得给你一根蜡 拿了根蜡烛 点灯 给 干嘛用了 吃 能嚼吗 别嚼 带着活儿整个咽 你行吧 我让你看我有多灵 我特别聪明 啊 嘴张尾大 这个 哎呀 啊 刚好吃 鸡公 真会儿 说 说再见 咱还说再见呢 你最说吧 哦 行 再见 碰 五千年 打地里出来 当时就玩玩 所以说有的妖精 还是很可爱 屋里边老少子高兴了 哎呀 又躲过一劫 罗汉爷说 你们都睡觉 谁也别动 待会儿我有正事要干 我说你有什么正事 你别管 待会儿有个女的找我来 大伙都知道好开玩笑 单独有一个小鸡 罗汉爷自己跟这歇着 有人找他吗 真有人找他 往这一坐 打坐 现出来罗汉的真身 头上红光 直冲消害 透过这庙顶子就出去了 啊 离这不远 您想太湖万边呢 有一条水蛇成经 多少年了呢 一千年 啊 这个 君王正 陈子明 国泰民安 有奉来以 天下太平景象 君昏沉暗 四海不宁 才有妖魔出现 妖精多 这个蛇 也修炼好些年了 啊 经常变成个大姑娘 小媳妇呢 勾引这些个念书的人 什么的 今天 突然间出了一瞧 这个庙子 一股子红光 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啊 自己望前瞧了瞧 扒着庙子 后门望里头看 一瞧那坐着一个 知觉罗汉 不知的是谁 但是好坏他可知道 哎呦 来个罗汉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又一想啊 我得问问我们这孩的前辈 要不说那行都是有老师的 离这不远就是本地的鼓楼 鼓楼上边啊 住一老狐狸 三千年 啊 带着徒子徒孙 大狐狸小狐狸都跟着 嗯 是这妖精行业里边的先锋领袖 啊 等于是他们那行的老艺术家吧 是吧 不是 咱不懂怎么称呼 反正 妖精那行可能跟我们也差不多 啊 就是艺术家 去吧 这蛇精就来了 到门口大狐狸小狐狸 又慌 蛇姐来了 啊 我是 我看看前辈啊 在楼上呢 去吧 进来了 在三楼啊 古香古色装修 整当中这 坐着这老狐狸 白胡子 啊 穿着导袍 手里拿着书 后来挂着匾 撕着大字 得意双心 啊 我没念过书 我也不知应该挂着一遍 在我认为得意双心 就是最好的词 啊 哇 舍姐进来了 呦 胡大爷 您挺好的 哎呦我挺好的 啊 他舍姐来了 什么事 跟你说点事 啊 您看 您好几千年了哈 那我这个 才一千来年 我很希望 能够成仙得道 刚才我瞧您一个 细细好的事 啊 也不哪来 罗汉 某红光 啊 我来跟您探讨一下 那这个事咱们怎么办 老狐狸说这个简单 你去把它吃了 你吃了它之后 你功力大涨了 吃吗 你看你 我跟你去 走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啊 这一个糊涂车子 又碰你老前辈 算倒了血没了 狐狸带着这 长双脸就出来了 站在鸟 庙子顶子上 往下看 这行吗 这可以 这可以 你你变一女的 你下去 你勾引她 然后你把她脑子吃了 啊 功力大涨 她那身子回来弄回去 咱们垮顿 咱们一块 一块吃 对身体有好处 好吧 这舌经真听话 又打扫子下来 摇身一遍 美貌多姿 各位 长得多好看 这么说 您闭上眼琢磨 你认为天下的女人 应该长什么样好看 这个舌经就长成什么样 哎呀 风百合夜 雨润芭蕉 就在几步走 迈步进来了 啊 呀 这不是活佛吗 再瞧 和尚一回头 你好 舌经心说 这是假的吧 瞧这个母人的状态 一脑子红光 这是像个神仙的样子 怎么说话说的跟没修炼好似的 啊 霍佛 您跟这干嘛呢 这长夜漫漫无心睡眠 小娘子 您也没睡 啊 是说 这不 找您来吗 我想 跟您聊聊天 探讨一下 佛法 你瞎耽误误 来 哥哥抱抱 蛇经心说 这是个流氓啊 可又一琢磨 既来之 则安之 走上前一伸手 砰 就给抱住了 与此同时 房顶的事 没老狐狸呢 啊 太好了 成功了 你看我跟着 我还开一三地 他吃完了脑子 这肉身 我弄过去 来个火锅 骨头掉汤 我弄点好吃 正琢磨着 眼前一晕 诶 心说从来没有过 修炼三千年 没糊涂过 这是怎么的了 一迷糊 再明白过来 我这是在哪儿呢 没等明白过来 觉得有人抱自己 可说不说话呢 再瞧眼前的人 把嘴张开了 嘴里出了舌头 这舌头又细又长 笨老狐狸 这鼻子眼就进去了 到里边一转 那小刀似的 吸溜一下子 把脑子就吸出去了 啊 吸完之后 这舌精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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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罗汉真骚 怎么这个味儿呢 啊 哎呀 又一想 房上还有人等着我呢 啊 把这尸体夹起来 上房 房上不是 老狐狸等着呢 老狐狸一指 好吃吗 一听你就能明白了 罗汉爷的狐狸 掉了一根 啊 刚才吃的是 老狐狸那脑子 啊 好吃吗 要 老先生 您学的说话 学的真像 是我是好小人说话 嗯 他走 他回去 回去吧 啊 排着死尸回去了 大狐狸小狐狸 还都等着呢 啊 回来了 坐谁 坐谁 弄饭吃 啊 切吧切吧 剁碎吧 啊 啊 搁在锅里边 这个老狐狸 还掏出一包药来 倒在里边 鸡精 调味 来大伙 都吃吧 都吃吧 啊 大狐狸小狐狸 连这蛇精 大伙吃 吃完那还好得了啊 全死了呗 老狐狸是 罗汉爷编的 啊 一条妙计 把这些 妖精 全都端了 要打这儿 出来 回在了破庙当中 天光大亮 坐在这儿 说喝口水 要歇着 旁边过来几个百姓 罗汉爷 啊 您起了是吧 您来尝尝 这儿有鱼汤 熬的鱼汤 哦 好好好 拿勺 快了勺鱼汤 啊 哎 你们 你们 这 熬的什么 哎 这不是闹大水 水下去了 岸边上 有一大鲤鱼 三丈长 我们大伙 把肉都挂下来了 大伙 分着 哎呦 你们可惹了祸 赶紧带过去 大伙 不是没事 带着去 走吧 又打妙里出来 罗汉爷脸都见了汗 在哪儿了 前面前面 来 再了 岸边一瞧地上 好几丈长的一条大鲤鱼 身上肉都没了 就剩鱼头 剩鱼骨头了 罗汉爷 蹲在这儿 眼珠子都红了 列位 列位 你们可惹了祸 老百姓一听 罗汉爷真急了 怎么呢 说话都利索了 列位 地上的祸不惹 你们惹天上的祸 这可是大天之祸 怎么回事 每年四海龙王聚集一块 所有水族在一起 有一个分龙会 什么叫分龙会啊 就是龙们在一块 有个评比 连大龙在小龙 其中 西海龙王的七太子 大伙都知道哈 龙王啊 是排傲字 傲广啊 傲润呢 太子排魔字的 魔昂啊 魔狄啊 这个呢 南海龙王的儿子叫魔狄 这是西海龙王的儿子 七太子 魔方 长得四方大眼 黑一块白一块 七太子魔方 吃醉了酒 酒 酒席宴前把桌子给舟了 龙王急了 一顿乱棍 打着点 这孩子能这么不听话呢 出来之后 借着酒姓化为一条大鲤鱼 在水里边闹着玩 没想到搁浅在着 让百姓们把肉给刮了 罗汉爷说 这可坏了 这要是一找训 咱们可怎么办 我不怕百姓们受不了 这着急那西北千天 咕噜噜噜噜噜 筋骨声响 乌云催满天 再一瞧半悬空中 可了不得了 来到很多虾兵蟹将 中水族手拿刀枪棍棒 带鱼螃蟹皮虾 可了撑子 罗汉爷一瞧坏了 送海鲜子来了 百姓们靠后 带我上前才引出来 要大闹太后